《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 于1893年创作 是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 献给女友毛德纲的爱情诗篇 1889年1月30日 23岁的叶芝 第一次遇见了美丽的女演员毛德纲 十年22岁的她 是一位驻爱尔兰英军上校的女儿 叶芝深爱她 但又因为她的高贵形象而感到无望 1891年7月 叶芝误解了毛德纲 以为她在信中暗示自己 立即兴冲冲地跑去求婚 毛德纲拒绝了叶芝的追求 但希望保持友谊 此后 叶芝一直等待着 即使她的意中人早已经是别人的妻子 直到52岁才结婚 当人们沐浴在爱情的光辉中 脑海里只有当下 总是潜藏着一种将瞬间化为永恒的欲望 然而 叶芝偏要穿越幽远的时光隧道 想到红颜少女的垂暮之年 想象她白发苍苍 身躯钩楼的样子 世上最可贵的是真心 每每每读此诗 唇齿间都是温柔 下面请大家一同欣赏 这首著名诗篇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 白发苍苍 睡意朦胧 在炉前打盹 请取下这本诗篇 慢慢迎颂 梦见你当年的双眼 那柔美的光芒 与清幽的晕影 多少人真情假意 爱过你的美丽 爱过你欢乐而迷人的青春 唯独一人 爱你朝圣者的心 爱你日益凋谢的 脸上的衰气 当你勾搂着 在灼热的炉炸边 你将轻轻诉说 带着一丝伤感 逝去的爱 如今已步上高山 在秘密星群里 埋藏她的容颜 在秘密星群里 埋藏她的容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